大家好,今天是我們來開講講一個發音的問題,好嗎? 發音是什麼東西,就是發音 可是我們聊之前呢,我最近幾天弄了一個東西想給你們看一下 準備好了嗎?好! 沒錯,我是張安榮,歡迎來到我的昆蟲島 那我名字叫張安榮,不是張安榮,不是張安榮,也不是蟑螂 其實對很多美國人來講,中文最難發的音不是知識詩 我告訴你們,知識詩,我知道怎麼分,我是純粹為了說話比較順口而已選擇不分 而是比如說,姜跟張,上跟象,鞠跟豬,還有錢跟權 有一次我上中文課的時候,老師問我說,安榮,你最喜歡吃什麼水果? 我喜歡吃竹子 不對,是橘子,不是竹子,你不是熊貓 而且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出去算是一個繞口令 我上次影片出來的時候,我又上PTT跟祥明聊一下我的想法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發現台灣人對三個詞非常感興趣 想要知道美國人怎麼發 第一是Cost Co Cost Co Cost就是價格,價錢的意思 然後Cost Co是company的縮寫,就是公司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這個 其實這個詞我覺得比較簡單吧 我很難想像台灣人怎麼發錯,不會吧? 第二個是WiFi 可是你知道嗎?法國人都習慣發WiFi 他們這樣雖然會造成一些溝通上面的困擾 可是我還是覺得非常的可愛 就感覺他們對自己的語言非常的驕傲 所以希望就是世界上的其他語言可以像法文一樣好聽 第三個是IKEA IKEA 可是我知道你們問我美國人怎麼發IKEA 有點放錯重點了 IKEA是瑞典的公司 你們問瑞典比較好吧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美國人完全不會擔心外來與原來的發音 其實英文裡面很多中文來的詞我們都會亂發 比如說什麼 我們的一個心態就是 這些詞都是英文啊 你們也沒有辦法批評我們的發音 所以我建議啊 你們發外來語的時候不要想太多 你想怎麼發就怎麼發吧 反正大家聽得懂就可以了,對吧? 我個人認為啊 台灣人發英文的時候最大的弱點不是說 發音不對或者語法有錯 而是說 你們缺乏那個字性 根本不敢講 你們看很多美國人講中文的時候 其實語法跟語調真的很差 大家好 你好 我是美國人 我來台灣學中文 我什麼時候有空 我喜歡 我喜歡 跳舞 跟 女生 在 夜店 可是 他們還是敢說 我相信你們也可以啊 最後我想說 我上次播影片之後 很多很多人去關注 留言 跟我互動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樣 我在這個互動當中呢 有意識到自己的一個錯誤 我覺得上次我用一些詞彙 比如說 壞習慣啊 用錯的表情符號 我教你們什麼的 確實用的比較強烈一點 相信我 我一直以來不是想要批評你們的意思 我不是想說 台灣人不對 美國人才知道怎麼用這些東西 不是 我就是想要很隨和的討論這個話題 因為我真的比較感興趣 這算是文化差異 也不是說 誰對誰錯 所以我向大家道個歉 然後 保障我以後會改進的 希望大家會繼續留言 跟我聊天 批評我也可以 可是如果要批評什麼 我唱歌不好聽 或者我黑眼圈很明顯 或者我額頭不好看 恐怕這些東西我都比較沒有辦法 可是我辦得到的東西 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好 那我們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話 你可以按那個 那個叫什麼 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起我粉絲專業按讚 好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